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实际询问学校师生多半表示天气冷制服确实不够保暖 而表态挺学生却被炮轰 斯文昌的回应倒是很轻松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像我因为头上没有头发就特别感觉冷 还请老师们辛苦一点 爱的教育才有温暖 用自身举例人人对冷的感受不同 面对今年特低温 政府提供大原则 学校自定细则 在保暖和守秩序之间取得平衡 参数理听张慧奇谈到